好,各位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如果要針對某一些像是 舉這個例子 我們要做一個 泰雅族 配色,這個資料是從 網路上找的 一個台灣特色的 文化的網站找 泰雅族它的配色,它的布料是像這樣子的 配色 好,那像它這樣配色的時候,我們就把它的 相關配色做成 把它做成 色塊 然後再把它做成色票的話 把它做成色票 好,當然我們先針對 它的布料的配色呢,先把它取下來先選擇 這幾個色塊 好,選好之後呢,我們現在來幫它做像這樣一格一格的 一個 馬賽克配置 好,那我們先來看它是怎麼做 好,來看一下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呢,我們先到 上面的 Trader 偏好設定 好,一般,這就是 Ctrl加K 或是Cmd加K 好,那這是點進來 做一般的設定 好,在設定裡面呢,點選 參考級格點 參考限級格點這裡 好,點進去之後呢,我的 格點間距是5mm 4格點是1 好,這個設定完之後按下確定 好,再來再點選 檢視 裡面的 顯示格點,這裡把它點顯示格點 好,那你就會看到這個 畫面中 會有一格一格的 好,然後再來 我現在畫一個9格乘9格的正方形 所以 1格是5mm,那 9格的話9545 所以就是45mm的正方形 點選舉行工具 在畫面上左鍵點一下 好,那這邊來設定 45 乘以45 好,按下確定 好,這一個正方形 好,然後再來幫他做一個 要拆成一塊塊的嘛 塞克嘛 好,那我們就點選 物件 路徑 裡面的 分割乘網格 好,點一下 好,進來的話呢 我就是設定下9格 9格 好 高度5 0,0,好 45 浴室打勾就像這樣一個一個切開 好了,就確定 好,切開之後 再來幫他填色 好,切開之後來看一下 他這樣一個一個 可以幫他填色 好,那 這個一個一個 我幫他填色的話就是 我剛才已經找到了這個 原住民他的一個 泰雅族的 配色 那泰雅族他這個配色 我把它取下來 那我就把它一個一個 把它填到我剛才畫了這個 9x9 這一個的 瑪塞克 裡面 那填完之後呢 我把它選起來 Ctrl 加 G Cmd 加 G 然後拉到色漂面板裡面 然後拉進去 好,拉進去之後呢 其實我們已經就是可以來做 一整片的 我們就是 拉開 拉一個大的矩形 然後點蓋做色漂點之後 後面看到 整個很像編織物的布紋 這個就完成了 好,這個就可以 根據你所選的一個 就是 部落的特色 好,那他 部落的一個 顏色你就可以把它拿來作為使用主色系 然後把它做成馬賽克再 套用到色漂裡面 那這整個做起來就是會有 他們部落的一個特色色彩 就可以做一個融入的相關物了 好,這個在平面色系上 有些紋路可以用這個方式呢 配合結合馬賽克然後配合 部落的一個特有色 來做一個 畫面 馬賽克的設計 好,這個其實蠻好用的 好,來試試看